大家好,歡迎收看視頻錄影,又是我Andy 今天上來這個山頂做甚麼呢 就是試試富士這枝最新的 7300 4G 5.6光圈的變焦鏡頭 富士這枝7300 5.6光圈 它的光圈是4-5.6光圈 等於Full Frame等效距大約是5.6至8光圈 它會有5.5級YS的防震 亦有防塵防水滴的設計 而對焦的馬達是線性馬達 所以對焦速度也會快些 這枝鏡頭是採用外面焦的設計 而對焦是內對焦 鏡身上有鎖鍵 拍攝後可以防止鏡頭在你走的時候會跌出來 它設有光圈環 它可以調校光圈 但它沒有一個很準確的刻度 你就未必會很清楚知道 扭到哪裏 一定要看螢幕 而鏡頭上有另外兩個鍵 就是一個可以調校 將你的光圈可以調校到Auto 或是全手動 而另一個可以調校對焦範圍 一個就是全焦段 而另一個是由5米到無限遠 而它的Filter Size 它是67mm 可以用回一般的 都很普遍找到的Filter 都可以用回 而它的最近對焦距離 在富士裡面 那麼多支長變焦的鏡頭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最近的 可以去到0.83米 它的放大率是0.33倍 就相等於35mm格式的0.5倍 而它的重量都只是580克 對於一支長變焦的鏡頭來說 它都是相當之輕便的 鏡頭的70-300焦段 在官方的數據裡面來說 它是在35mm Full Frame 的格式裡面 等效焦距是107-457mm 那麼現在我就試一試 由70焦段拍到300焦段 讓大家看看距離有多遠 那麼現在我們試一試 就拍這個70焦段 再來呢 再來呢我們就試到 大約100焦段 之後呢 就135焦段 之後呢就200焦段 之後就300焦段 都非常之強硬 那這些就是 那這些就是 由70焦段到300焦段的 一些相片的分別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試 它的防震效果 它本身就有5.5級的防震效果 那再加上XT4呢 也都本身它有Ibis的防震 那就更加相得益張 現在呢我手持呢 是在300焦段上 就拍過呢 這個尖沙咀 對面海的 渡海小輪的效果 來的 那你會見到 其實呢都相當之穩定 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試一試呢 它是 會由幾多焦段開始呢 它的光圈會變化 那現在70焦段呢 它是4光圈 那我們一邊zoom zoom到呢 它大概呢 這個81mm左右 它就會變成 4.5光圈 再繼續zoom呢 去到109mm左右 它就會變成 5光圈 再去到214mm左右 就會變成 5.6光圈 那麼打後去到 300mm 都會是 5.6光圈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那個焦距的變化呢 它的光圈會自動去調節 那現在呢我就試一試呢 它在70焦段 最近的對焦距離 去到最遠無限遠的速度是怎樣 現在呢 現在呢就是最近的 去到最遠 最近 最遠 最近 最近 那它的對焦速度呢 都是非常之快的 那再來試一試呢 我們100焦段的近距離 去到無限遠的對焦速度是怎樣 這樣呢 都看到呢 速度是相當之快 都不見到會有拉風箱的情況出現 好 再來就試一三五的焦段 我們看看 近距離對焦 去到最遠 都是呢 相當之快的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現在我們再試呢 200焦段的近距離 到無限遠的對焦速度 它都會呢 偶爾會呢 會有一下呢 可能呢 要穩的 好啦 再來呢 300焦段的這個測試了 那我們由最近對焦距離 去到最遠 那有時呢 其實它對焦都很快的 可能偶爾有時呢 它會有一下浮一浮的 但是如果 追呢 其實它都追得到的 那有時呢 那有時呢 可能偶爾有時呢 它會有一下浮一浮的 追呢 其實它都追得到的 I am running for you I am running for you 那我們試一下呢 這個70焦段的人眼追焦 的效果 那你會見到呢 都是追得很緊 很貼的喔 好啦 那現在向前限 對啦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再來呢 就試一試300mm的焦段 那一路呢 都是追得到的喔 追之的速度呢 都是非常之快 戴眼鏡都會追得到的 轉了身呢 都可以追得到的 好啦 可以回來了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到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試這個1.4倍的增距鏡 那它就會由這個300mm 可以增距變成630mm 而兩倍的增距鏡呢 就可以增距到到914mm 但是1.4倍就會減了光圈一檔 而這個2倍就會減了兩檔 那這個就要留意了 那換這個呢 鏡組的時候呢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凸出來的 而它這個呢 其實就不是 GZ富士的Zoom鏡 都可以用得到的 只有呢 70-300最新這支 之後呢 可以用 50-140 還有呢 18-400是可以用得到的 而最舊的呢 55-200是用不到的 現在呢 我就用這個 70-300 再加這個1.4的Extend 那 Zoom過去這個 這個西九呢 是會看到那些人 好像一顆顆矮一樣 在這裡走來走去 是會看到他們在那邊移動的 I'll be your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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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SE呢 其實有很多支鏡頭 例如有50 140 2.8光圈 這支其實就不會拿來 和70-300比 因為焦段都不同 而且它是大光圈 另外呢 就有一支100-400 那支也是焦距很長很遠 比300更加遠 那支其實就很大支 就不是每個人都想會用的鏡頭 因為呢 每個人都是為了用FOOSE APS-C機 其實想要輕便 其實這支就會太大支 另外其實最多人用應該有可能 是55-200這支鏡頭 但這支鏡頭就沒有這個防塵防水滴 而且它出了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真的拿來去更新 或者取代了55-200這支焦段的鏡頭 其實就會是70-300這支 70-300這支 剛才提及了它會有防塵防水滴 它是線性摩打 所以對焦都會速度快 它亦都比55-200這支多了100mm 很多人都會用來拍花 拍鳥 會用來做這個遠攝鏡 現在我就會試一試 分別由70焦段和300焦段 它的各個光圈的變化給大家看一下 70會有4光圈 300就會有5.6光圈 之後去到22光圈 另外有些人就會用Extend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加到1.4倍 其實會變成超過600 其實如果拍鳥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他想用焦點去到600去拍 才會比較OK 如果拍攝鳥的朋友告訴我 因為我很少拍 但是400那支因為太過大支 所以你如果70-300加Extend 都可以確保到它 都是很輕便很細緻 所以這支亦都會方便 帶出去拍照的一支 好用的zoom鏡 今天我就試用過 70-300這支鏡頭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它相對於其他富士的zoom鏡 我覺得真的輕很多 因為它只有500多克 例如我之前用過50-140 2.8 雖然它有大光圈 第一件事焦段不夠遠 第二件事就真的很重 那100-400它的焦段真的很遠 但又是真的很大支 你買了 你也未必會這麼願意去帶出街用 但這支70-300就真的相對細枝很多 你看到就算我放在X-E4那裡 其實它的比例上 就不會說真的很巨大 而且它真的很輕 配合這個X-E4 即是不一定是配合這個X-T4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它最好 就是它亦都有防長防水滴 它有光圈環 雖然沒有黑度 你會看不到 你想知道這個MM 你就回去看數據才會知道 它都有鎖 這件事就非常方便 價錢方面 它定價都是$6,380 街價應該都不需要這個價錢 我覺得在Zoom鏡面來說 這支是比較質量上 各方面 造工 我覺得都會是 平衡度幾高 唯一我的感覺就是 它的鏡身是比較膠了少少 即是金屬感沒有那麼重 比較膠 這件事就一分錢一分貨 而試過亦都試過它的抗原光能力 色散這些 我初步試過 都不見得是有很大的問題 我之前試過去單車館外 就拍過這個櫻花 我覺得效果都不錯 散景都幾漂亮 今天我試這支鏡的快速測試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與其他人分享 之後 2分鐘 1分鐘 2分鐘 2 1 2 3 2 2 4